大家好,我是Andy,周果信 这部短片很想的trigger 其实在描述一个因为生活打拼的青少年 曾经有着一个很忠诚的兴趣 可是往往就因为生活的需要 而把那个兴趣给遗忘掉 在这个短片里面 他因为发现了一些事情 让他回想起曾经的点点滴滴 让他找回当初他对那个兴趣的一些热忱 而慢慢地追求那个兴趣 兴趣地走下去了 大家好,我叫Edward开贤 那么我在这部很想的trigger短片里面 我是扮演着一个卖猪肠粉的青少年 这位青少年呢 他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打拼 而鼓励了他自己的兴趣 其实准备卖猪肠粉 是要花很多很多的心思去筹备给顾客 那么也是让我深深体会 那股为生活打拼的骨气 你好,我是Ronald 陈俊泉 那么呢,我们在这部短片里呢 就采用了比较偏于本土文化的风味 它不只是一部短片 而这部短片里都记载了我们 属于我们团队的努力 那么我相信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的兴趣 可是往往都会被很容易的被遗忘掉 这次筹备我们就深深体会了 这是一个当地的本土的人情味 这是一部很真诚和含有马来西亚风味的短片 这部短片是绝对值得大家去观赏的 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短片 希望大家看到这部短片可以有所启发 谢谢